王者峡谷有很多英雄也有很多装备 但是有很多装备其实根本没有人出的 几乎打一千局游戏都难以见到 就连官方推荐的英雄出装 也没有一个英雄被推荐出这些装备 看来这些装备不仅是被玩家遗忘了 就连官方几乎也遗忘了这些装备 下面小编给大家说说是哪几件 第一件破魔刀 这件装备可能有的玩家连听都没听过 甚至是忘了这件装备 这件装备的属性看起来还不错 但就是没有人愿意出这件装备 住职不好 伤害不足 防御也不足 价格还不便宜 满级的话增加的法术防御 也不如一件魔女斗篷高 这件装备在当前本本几乎是被淘汰了 小编玩王者也有几千局了 一直没有见玩家出这件装备 哪怕是对面的法师很多 也只是出一件魔女斗篷 第二件 吃热支配者 这件装备是法师的装备 功能很多 但是看起来太花里胡哨了 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 虽然价格不贵 但性价比也不高 专家的法术伤害中规中矩 最大的法力值在后期根本扔不上 前期初拖节奏 回蓝速度也不如圣杯 几乎达不到其他装备的优点 而且唯一被动 显得有些鸡肋了 生命值低于30%的时候 获得一个护盾实在是有些少了 第三件 急影 这件装备我相信很多玩家没听过 急影是一件辅助装备 这件辅助装备的效果和其他的辅助装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使用之后 为周围的友方增加50%的攻速和20%的冷却缩减 持续5秒 这个作用看上去是不错的 但是仔细一想的话是真的低 前期加成度高 后期用不上 因为后期法师和射手几乎都有了冷却和攻速 你说这样的一件装备还不鸡肋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 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